档案管理是有关档案维护和使用的行政学科 这涉及记录从组织一支档案储存库后的获取 管理、组织、描述和检索 一旦记录被选择并转移到存档位置 它们就成为档案 另一方面,记录管理是一门管理学科 涉及在组织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记录的创建 接收、维护、使用和处置进行有效和系统的控制 无论其物理形式或特征如何 档案有多种不同类型 每种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用途 最常见的档案类型是 1.个人档案 个人档案是个人或家庭在一段时间内累积的文件、照片和其他资料的集合 建立个人档案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记录一个人的生活故事或保存家族史 管理档案面临的挑战包括 1.保存档案资料易碎 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质 因此制定保存计划以确保材料的长期安全非常重要 2.可访问性 档案资料通常储存在偏远地区 研究人员很难存取它们 建立一个方便档案资料检索的系统非常重要 为子孙后代保存档案的重要性在于 它们是资讯、知识和了解过去的宝贵来源 历史学家、系组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可以使用档案记录来更好的了解过去的事件、人物和文化 保存档案还可以确保重要的历史文件和记录不会遗失或毁坏 让后代能够从前人的经验中学习 档案员在档案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透过监督档案资料的取得、整理、描述、保存和取得 为档案资料的保存和取得做出贡献 档案员负责档案资料的获取 包括识别、评估、获取记录并将其转移到档案库 确保选择已储存的记录真实、完整且状况良好 档案管理员在档案资料的整理和描述方面也发挥关键作用